到底是谁 哦 是是是 这个我们现在已经不是 在于中国队跟日本队的一个角逐了 而是在于 谁倒霉 对 这谁也把谁美了 这把谁倒霉 对 然后我们又突破了自我 我们这次只掉了一个人 换了日本队所有人 对的 这一波其实比较惊险的 就是跳废墟的那一波 是吧 然后就是 近点就是废墟落地的那一波 因为是有机岛 而且呢 我们这边呢 其实贴脸嘛 还有拼运气 也确实不好说 不过还是有惊无险地打赢了 人也是抬了起来 看来我们在肉点上面 也并不输 就感觉我们这整场比赛 对于中国队跟日本队 这一场斗中来说就没输过 是的 好 我们的精彩回放呢 已经准备就绪了 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下场比赛见 了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的 我们的三场比赛是全部胜利了 而且在局势方面形成了一边倒的局势 很快就又要到我们采访环节了 只要看完积分版 好期待 这有什么期待的 我期待那个猎食是谁 我已经好奇了很久了 还说比赛 这比赛我上一把本来以为 这萨诺图可能要出事 因为萨诺图确实比较乱 对吧 然后可以躲的位置太多了 这闹不好有一个点没心干净 然后别人直接被刺发发力也好 然后迂回包抄也好 就比较危险 就在这个图上 如果你换成韩国队 有可能真的会很容易被赢 但是如果换成日本队 你就怎么说呢 给他们这个机会 他们可能也会选择去战术后撤 然后就反正有时候丧失了一些 你哪怕一换一 你把这个换了呢 对吧 然后但是对于我们自身而言 我觉得我们又进步了 因为我们之前会掉四个人 现在我们只掉一个人 这应该算是我们这一 就是打了那个最好看的一把了 就成绩最理想的一把 就是掉了一个人 目前的基本情况呢 但是中国队呢 直接拿下了15分 然后日本队是0分 韩国队这边没有参赛 是没有分数 他们就是今天不打 明天是韩国队 对 中国队和韩国队的一个对抗 明天是中韩嘛 今天就是中日 然后呢第三天是韩日 最后一天呢是三方混战 今天的比赛目前一边倒 但是我还是要 就是也不算给大家泼泼冷水嘛 就是比较理智的去想一想 我们现在确实是优势 但是呢 如果我们明天碰到了烈士 或者我们第三天呢 也是碰到了一些瓶颈 我们该如何去解决于突破 对不对 第三天没有我们的瓶颈 对 第四天吧 第四天就遇到了瓶颈 我们该如何去突破 是吧 其实我觉得第四天就来不及了 就只能尽力 但是如果比如说 我们在明天的比赛中 遇到了一些瓶颈 那我们肯定是要针对韩国队 然后制定一些 就是大战术上面的打法的 就因为毕竟到今天 我们中国队其实并没有一个总的指挥 是 完全是凭着各小队 再加上主播的一个个人战术 好的 我们现在呢 已经准备好了 对快手直播浪白的采访 让我们来听一下 他有什么想说的吧 喂你好主持人你好 哈喽老白 哈喽哈喽 介绍一下自己 你好主持人 听得到吗 可以可以可以听得到 你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麦克风稍微有点卡顿了 哈喽 我们听你说话不卡 我们听你说话不卡的 然后你可以直接做一个自我介绍 好的 大家好 我是浪白 我是来自快手 快手平台的一名 一名主播 我先问一个 跟你个人采访没关系的问题 但我真的好奇很久了 上一场比赛中 到底是哪名烈士牺牲了 这个好像 这个这个我们也没有注意 反正不是我们这边的 因为我看 快手的两支队伍 好像都特别喜欢深入 日军腹地 对的 深入 对我们快手主播 几个怎么说呢 都是单身的 都是比较 比较猛的 单身的 比较猛的 这两种什么必然的关系吗 那肯定的呀 单身的话 说明手术快 手术快说明 继续跑 怎么说呢 枪 对 那这边快手主播 直接深入腹地 是你们 所有队伍 当时商定的大的战术 还是你们自己的决策呢 怎么说呢 因为我们像打这种对抗赛的话 都是这不用说不用商量的 这种都是大家所有人的意见 就是看到就打 猛猛地打就完了 原来咱们中国队的战术 看到就打 这其实 有点头铁的打法 是的 我目前呢 也是拿下了三只鸡啊 然后是取得了三场胜利 那那个 对之后的这个比赛 有什么期待吗 之后的比赛的话 怎么说呢 就希望 这个泡泡机游戏 能够越办越好 也没啥了嘛 我说的是这一次的比赛 就是 就对于我们 这个比赛来说 对这个比赛来说 有什么期待 对之后对韩国呀 然后还有最后一天的一个大乱斗 有什么期待吗 期待肯定也是有的嘛 因为 怎么说呢 参加这种比赛的话 也是怎么说 也是 也是 怎么说我也说不来 机会难得 就也是想拿那个 对机会难得 所以说每一场比赛 我们都会认真对待的 就是不是也想要那个 战胜榜第一个的位置 战胜榜没意思 因为我已经拿习惯了 态度很好 心态也很好 而且非常的自信 又卡了吗 并不是听到的 没事没事 我们可以听到你说话的 而且你看照片 也是一个精神小伙 对就是看到浪白的照片 就能想到年少轻狂 主要是年少 是 谢谢你的采访 你还有那个 要说的吗 没别的了 因为刚刚好像表情打断你了 因为确实有一些卡 没事没事 好的 感谢你的采访浪白 之后的比赛 要多多加油 谢谢 好的 谢谢 谢谢两位主持人 谢谢 加油 加油 谢谢 哎呀 精神小伙 就是比较招女孩子喜欢 你知道吗 你看这发型 是吧 这就是你弟 浪王 我也是我弟 不是 哎呀 真羡慕 只有 他的发量 有足够多的时候 他才敢勇于 替这种发型 你现在就 不是 你也很想替 不支持 不支持 哎 等什么时候 我们这个美颜摄像头 改成美发摄像头的时候 我估计我就可以替了 好的 来看一下 上一把这个战胜榜情况 加东这边是 拿到了五个淘汰 492的伤害量 然后锦人这边是四个淘汰 胖虎这边是 579的伤害量 但是三个淘汰 然后橙子这边是三个淘汰 小义也是三个淘汰 纠集大公仔 胖虎 小义这是在自己照片吗 啊 不太像啊 这感觉有点小 是吧 可能是儿子的吧 或者是小时候的照片 有可能的 因为有很多主播呢 就比较喜欢用自己孩子的照片 或者是那个 自己小时候那个老照片 然后去给他拍一张 纪念一下嘛 挺有意义的 就好多家长也喜欢 把自己的微信头像 改成自己孩子照片 晒娃吗 是吧 我爸头像为什么不晒我 莫非令尊感觉拿不出手 那么马上要到我们第四场比赛的 第一次尝试 维汉迪地图 维汉迪呢 是加入了火车之后呢 他的玩法也是变得多种多样了 然后维汉迪呢 在之前的版本来说 也是做了一些城市上的细微的更改 然后呢 为以后真正的加入到我们的电竞模式 再做准备 我们现在主播赛呢 尽量加入维汉迪 也是让他能够在正常的比赛当中呢 就是能够亮相多次 对 也说让我们的选手也多去适应 是 就包括我们PGL 在去年也是举办了那个 维汉迪 然后那个比赛嘛 是不是正常的电竞模式 让职业选手来打 然后呢 有很多非常有效的意见反馈 然后才导致官方 然后去更改这个图 不断地去改地图 对的 因为我们要精雕细琢之后呢 才能让一个地图就真正地出现在我们这个赛场 对 我记得您姐的时候官方还有做过这样的活动 就是直接邀请去 对游戏内提一些意见 是啊 几次广义嘛 而且我们其实 世界上很多的游戏 都是玩家的创意做出来的 对吧 就是所有的游戏不管是火还是 每一个的叠单 版本叠代 对 都是离不开就是群众的 对 玩家的一些意见建议的 对 毕竟啊 我们的游戏是给玩家玩的 对吧 这个玩家说好玩 他才好玩 而且呢 太多人这个创意 这个模组啊 那种自定义啊 它能够让一个游戏呢 更加的去充实 对吧 它有更多的一个可拓展性 像之前呢 有一些传统的射击类的游戏 可能就是另外一个的 模组 对不对 一个自定义图 就包括我们大逃杀 可能就是之前武装突袭的 一个自定义图 是吧 就包括moba类的游戏 可能是某一个争霸类的 自定义图而已 是吧 是的 所以呢 就是玩家的意见与力量 对于我们这个游戏的发展 都是非常非常有积极作用的 这第四版呢 维汉迪 不知道我们这边又会展现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就是也不知道会怎么跳 嗯 搂着点 搂着点 好吧 这个 我记得在乒乓球上 替人光头 好像是不太好的 但是我们这个呢 因为就无场 对不对 我们给他几分呢 也不算替光头了 对 分数我们还是要拿的 但是这个淘汰呢 可以给你几个 目前来看我们也没有替 其实怎么说呢 我就是觉得吧 正常我们结束一场比赛 先介绍航线 然后介绍刷圈 对 然后介绍那个物资 没啥关系 是的 就是基本上就是不用看小地图 对 就给什么视角去看 哎 红蓝双方 然后这边中国队就压上去了 就是你也没有什么战术 战术就是 冲冲冲 这儿有人打他 对 哎 就是刚才那个 浪白说的嘛 是不是 我们的战术就是看到人了 上去锤 锤就完事了 就是 战术人就真的只有一个口号 我在哪 这边是有人的 日本队伍的 然后就集结了 对 有敌人的 然后吹着冲冲号 就不管是在圈内圈外 就直接把人冲过去了 是 就尤其是刚才在萨诺那场上面 尤为明显 对 就直接所有人读到 他们都打得比较主动了嘛 而且当时其实在整个的阵型上面 看日本队也是有自己想法的 海滩的人在帮废墟 有一个拉枪线的 对 他对面 北部海滩在帮南部海滩去架 但是北部海滩明显架不住 南部海滩近点打不赢 对的 而且因为你看他们觉得自己占好位了 但是你看中国的包科 我觉得是四面八方的 就是可能说你想埋伏的是 就是刚才是西侧的禁点 但是你看东侧算离得远 但是在他的视野里边 也能抽到 动态捕捉非常的准 直接看你远点 这边对我的队友有威胁 一个远点啪就带走了 是 而且哪里把魅红四溪就在那疯狂点 是谁点的 当然是乐神吗 还是谁啊 我也忘了 就那把魅红四溪 当当当当 贼带劲 就那个定输器确实不太好用啊 但是也能想象出来 虽然枪械不是很成熟 但是仗还是能打赢的 个人实力 没得可说 枪法目前来说没得可说 就大不了我们从这个物资车上 或者对方的手里 盒子里 鸟枪换套 这说起来就有点难受了 两把维克托追着一辆物资车 你说车上它能吊啥 对不对 本来什么吉利福三级头甲都能 就是只要你把那车打爆了嘛 然后它的好物资全会掉下来 前期掉的那个都比较小 你知道吗 你用维克托打了半天 再打下一把维克托 然后就也就剪点子弹了 是是是 不过那个物资车 我之前看视频挺有意思的 就可以用那个减速带 直接给它卡那 卡几秒 如果能提前预知它的这个路线的话 可以用那个减速的那个铁链子 直接给它就是撞停一下 有那么好几秒的时间 如果有火箭筒的话 那更好 可以直接造成很大的伤害 但是我们这个模式里边好像是没有设置 这个不知道的 这个不知道 也可能这个萨诺目前 就是新版本更新移除了吧 我记得之前是有的 然后呢我最近也主要是打那个电竞模式 打比较多嘛 是吧 因为想上分嘛 老年人不服输 也想上个大分 然后呢就是吹一吹 发发朋友圈啥的 结果 结果现在还没到白金呢 你说烦不烦 找三个年轻继生的小伙 找了 没啥用 总是有那种天上的神仙 把你三个年轻小伙抱出来 那也不行啊 三个年轻小伙都现役PCL职业选手 抱出来就有点丢人 三个人带不动我一个 好的 来到了第四场的V&D 也是我们今天 中国队对日本队的第四场的比赛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航线吧 这也是恐龙乐园啊 经经过了这个 一些修改 有了他自己新的样子 恐龙乐园这边是挺难搜的 航线目前来看好像是有点小偏 比较偏西南一点 西北一点 我们来看一下红蓝方向一个跳伞的情况 中国队这边应该是第一时间跳的 有可能是去往卫星发射基地 然后呢 勾卡跟威拉那边比较跨境中心点的房区 跟城市是不是要优先跳一下 可以看到好像是达成了某种默契啊 然后红色往右蓝色往左 但是 但是 哎呀 狙击教官 DQ 他们好像离蓝色方比较近 而且有一个点好像是揉点 是橙子所在的位置吗 哦没有 这个日本队好像是直接溜走了在空中 怎么看还有一个独狼 日本队有一个独狼选手 好像也想深入一下中国队的腹地 是 蓝战飞他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呢 应该是在几个日本队的队伍中间 然后他们落地想干拨大的啊 可以看到 目前来说我们这个阵型方面 中国队这边好像是一个Y字形 而对面呢那个是两坨 好 圈刷了 对 圈刷了是刷到了一个右上方 以航天发射中心 然后有一只中国队正好是在圈心 想了想 对 安全区我们不动了吧 圈中心 孤独药跟Mr.B 这个是在Golk吧 我们这边好像还少一个人 哇这骚摸摸在空中是当了足够长的时间啊 当到了一个三坊 而且 哎 不远处啊 不 不远处就有敌人了 落地八倍镜 哇 这在这个极少物资的情况下是 很难的 有点小欧啊 就这一波落地有点小欧 你看浪白 还是一个全息的M24呢 哇 惨了 有了红点了 子弹基本没有 加东这边连个包都没有 但是他有个三季头 连个背包都没有 三季头在我们这图是可以捡到的 看连了 但是落地就捡到了 那恭喜他 他真的是一个小欧 就是自带小欧气的人 但是他连个背包都没有 会有的 背包其实还是蛮好捡的 恐龙公园 确实啊 你要不怎么来这里的话 你有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搜的 他分为几个区域 而有一些区域其实是不刷东西 就是比如说你去看一些啊 就是前面有个房子 一看这房子 你压根都进不去 炸了 恐龙公园还是多来几次 才可以比较痛快地去搜挂 桑梦五这边好像运气不太好 然后呢 这个房区虽然是刷了三季头 二季甲 但是在枪械方面 只有一把卫虫一把喷子 他当时就在抉择 我是用物资好呢 还是用MP5好呢 还是用别个托好呢 你看 你看人家 就这厕所都能捡到一个炮 不是吧 开始转运了 帮萨 也该到他了 转运了呀 看不出来 第三场没看到他什么影子 前两场太惨了 这就是一个慢慢的一个扭转的过程 是吧 转运 好 萨某某 这往圈中心的方向去推 慢点推慢点搜 走到哪里 就搜到哪里 也推到哪里 肯定速度并不是很快 但是我们圈刷的速度本身也不是很快 这一把我们应该大概率要超过20分钟了吧 前三把基本上每一把都没有超过20分钟 而这一把应该掩体挺多的 日本队这个选手我知道了 修行 好吧 这应该是日本队的一个苦行僧 他的名字叫 Winner AIM 他可能只是一个条材好者 瞄准胜者 这 他应该是在空中准备插一个假眼 然后观看一下这边中国队的一个彻底的动向 给大家爆点 学到了吗 他甚至还可以捡到第一个空头 不过小莫那边是捡到了 就说是你在空中跳伞之后 一直点着后撤键 就第一扇开伞吧 一直后撤 然后以一个极慢的速度下降 有可能捡到第一个空头的 可以看到 看在这边选手这个头闪得非常的快 不然的话如果要是在现实生活中 就是把这个头探出车窗外可太危险了 对对对 该差点这个头就怼舒伤了 是 这个千万不要学 这个千万不要学 哎呀 这发现了有一个过点 两个人风光扫射急火 然后十月把这人击倒 这边是遭遇了 日本队他们现在其实战线特别的好的 感觉十月孤独药他们是不是应该撤一下 孤独药这边爆皮下来了 直接开车把你撞倒 补掉 再说别的 阵型方面太差了吧 哎呦 右边很大的一个侧翼 看到了 这个M762 Barry 离远了打 有点乏力 另外一把枪 好像是一把喷子 更不会用 你看一旦发现人中 对对打得非常的主动 是直接摸到近点来了 而且他们枪线拉得非常的开 对 马路对面是放了一个人加枪 然后近点的所有的人直接扑到了 房区的边缘 MP5 哇 桑梦我这也太刚了吧 他直接拉到了房子近点 哎 击到一个 桑梦我的枪械 就只只能近点才能打呀 MP5 但是 也没有投资 我就什么也没用 就直接干拉到了房区 日本队也就生生的放进了房区 对 都是喷的啊 哎呀 后边被被队人打了 然后这边知道你掐东西 直接第一时间进去 掐的啥 掐的时间 那还好 这要是 手雷 刚才得倒俩 对 孤独那边已经被补掉了 然后这边是也被击倒 其实在人头上 我们也是掉了一 十月看能不能救啊 十月看能不能救啊 应该是没了 好的 这波房区的攻防战 我们也是拿下胜利了 尼西那边是带到了box 我这个有点天地干拉了 对 这种是很难打的 哎呀 这图有一些房子角度有优势 真的是无解呀 哎 现在这个人数差距拉不开了 是 好 智本队在经历了前三把的一个 痛苦被虐的过程之后 直接打两个错身 非常好 对不起 当我没说 这都被反杀了 不是吧 其实我觉得这次的这个人数差距 没有拉得非常大 并不是因为日本队变强了 而是因为中国队 太狂了 对 太狂了 对 因为他们这个 真的是哪有人往哪去打了 就不像 前一场这么稳了 去打一个战术 包抄啊 或者是说 那个先集合 再去清点啊 怎么样的 三把我目前主持人家自己 他自己就 不算深入吧 是顶在了日本队大部队的前面 枪械方面也很差 投入基本上就无了 溜了溜了 前面没的三个都是 骚某某这边队伍的选手 对 再次击倒 我们这边已经完成了十个淘汰 人数方面已经拉开了一点点小小的差距 五个人头领先 骚某某自己还有没有操作空间 不幸寒寒自己的队友 寒寒同阵营的兄弟啊 没有选择起烟吗 对面已经开车拉位置了 然后给到队友信息 小莫顶到前面骨仓进点 防止你拉到那个被波 那我就没的可打了 MISS B这个下斜坡拉得好 但是有一个兄弟跟他想的一样 NOTBOY 日本队的拳手里拉到那边 这边近战 被逼砸了 哇没有办法 有人开车 有人逼砸 而且自己是被包夹的位置 还有胖虎那边直接被带走啊 很可惜 然后队友直接过来支援包抄 防区还是有人的 能不能打赢 撞 差一点点下车 但是还是扔了 对还是有了 远点那边再打 没有角度可以待 躲到后面打个包 这个血量需要打包了 是 这把可以体验出来 就日本队那边 好像也是慢慢找到了手感 慢慢找到一些方法 然后比之前确实进步好多 这种酒吧 冰城这边还在想找这个击倒人 但是其实已经被中国队其他的选手击倒了 那种酒吧给是比较难打的还是拿连击比较好 这里在等你救 不救 哎 不管你救不救 换了声音之后好像强了一点 其实并没有 小爷直接拉到坡下 他现在不在确定防区那边有没有一人海 反正我们现在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包夹知识 在围着日本队这边乱锤 我们要先把这一小虎军队消灭 然后之后再会打再去打后身的两个 对这边古地里日本选手 哇疯狂与命 另外一项是来自队友的乡线 基本上这个圈内的已经清得差不多了 是的 就只剩下圈外的三个人了 哇不是吧 这也太快了吧 这把比赛我以为能坚持到20分钟 想不到现在刚刚来到11分钟不到 场面上的比分竟然变成了3比24恐怖 他竟然还想进圈 你这个想太多吧兄弟 不行就卡一卡 就你在圈外卡 直接迎面找你来了 对不起下车直接打 有了 帮撒开张了不容易 最后一个人 还有一个吧 这个 剩一个是在赌猫猫吗 对啊这兄弟枪法出现了严重的失误 他本来已经发现了 在打 可能还不等这个支援到位 这人就已经掉了 他知道只剩下他自己 他抢的就是拿击杀分了 拿淘汰分了 就是这还掩饵到零呢 终于对自己在开枪 就是觉得我们这打着呢 对 想把这个人拧出来 对的对的 结果他就自己 你怎么开枪我也不上刀 哎呀被发现了 最后一个人 没了呀 这就是那个特别 喜欢飘散的 国系的选手 日本战队的那个苦行僧 最后一个也是被我们带走了 恭喜中国队拿下了今天的第四机 你知道我现在觉得 日本战队换了一个战术 这个战术就是 我们要留下最后的火种来 观察什么 这个没有想到 没有想到他们有一个高空飘散的 跟我们的第一把开飞机 那个有异曲同工之妙 就是我在上 我在上帝视角 观察你们的人在哪 然后我再告诉他们怎么去打 但是没有用啊 这个正面打不过 一切都是浮云啊 对不对 确实是 日本战队有点难受啊 但是中国战队现在 如果现在再采访他们 他们一定告诉我们真的没有战术 我们真的是哪有人 就直接去哪了 确实现在 连我们跳点都没有战术 确实实力上的碾压已经 不用谈什么战术了 是吧 就中国的现在就是气势起来了 你可以从桑某某那一波 直接平地干拉上去 他就知道 你日本队都不敢打我 因为我后边全是假枪的 对 就什么投掷物都没有 对 我的兄弟也能第一时间去把枪补上 不过前期也可以看到 日本战队那边是 有过一点点反抗的 就甚至我们的人头 当时相差的只有两个左右 当时是一个25比27嘛 当时的局势 可能还是有点不处迷离 而且那个时候 其实日本战队还占一点地形上的优势 中国队确实是 就是大部队先冲 他们那边全防区 对 是吧 然后但是还是没守住 我们香港防区冲下来了 对的 就是团队游戏嘛 我掉几个人没关系 但是我能拿到这个地区的掌控权 想不到想不到 维寒迪这么多藏身之处 都没有办法藏住自己 希望他们下把能打得好一点吧 那我们的highlands也是准备就绪的 我们看一下精彩回放 Welcome to the arena survivors In PUBG's new arena mode You'll be among 64 players in 16 squads battling it out in our take on the classic tactical arena combat setting When each game begins You'll be placed in one of several zoned off areas on Erangel, Miramar, or Sanak where you'll fight it out to be the last team standing Weapons don't spawn in the arena Instead, you'll have to purchase your arsenal by using currency earned through taking down enemies and winning rounds Losing in one of these arenas costs your team a chance You'll be fully eliminated once your team runs out of its three chances Team play is important here So the squad revive timer is quicker in the arena Should your squad come out ahead You'll have 30 seconds to loot what you can before preparing for your next arena You can also gather some intel on other teams by observing them once you win your arena or even after you've been wiped When three or fewer teams remain They'll be placed against each other in a final elimination round where the last team alive takes all regardless of how many chances each team has remaining Arena mode is in labs now And as always, your feedback is crucial to making it the best it can be So grab your squad, purchase your gear, and get ready to rock the arena